然後總統要在立法院三讀通過後 十天內公布 就不要附屬 不要公布就好啊 違憲嘛 對不對 違憲大法官就沒辦法解釋違憲啊 大法官會議沒有辦法解釋違憲的 大家要拔 大家要疑都怎麼疑 你覺得藍白會繼續不提大法官是不是 不是 他一定會提 他不提在這個地方 因為他硬就是讓他人數不足 他現在會評估了 他現在會評估了 我跟你講 玉石俊文 我講得不客氣講了 他不是已經五度南下的總預算了嗎 那第六度在這個吧 會不會有 年底前都不要拉過 藍白都不要拉 連程序委員都不要排 會不會有 我跟你說 我打新百姓 新百姓兩千億的預算 有一千億是中央補助 中央你把它擋下來 明年 我們有一條捷運三陰線 還有很多的什麼六個三個 還有捷運 那個捷運從基隆要到南港哪裡 然後台中不是要有捷運 南線這些有沒有 全部所有預算 全部都不能動 全部都不能動 現在執政十幾個縣市是在中國國民黨的人 在執政 所以你現在是怎麼樣 放輿論公審 沒有啊 不是 看民意反撲藍牌立委 你說有沒有用 有用啊 民防法 許小青 硬要撒掉 硬要撒民防法修正案 結果撐回去 剩十秒而已 腳 國民黨腳 結果剩下八個笨蛋對吧 那是怕人民還是怕美國 怕人民 輿論 還是怕美國 那個時候設計黃國昌 我告訴你 黃國昌就這樣被出賣了 變成黃國昌是唯一立體 不然就倒閣了 因為卓榮他意思是說 你總算要這樣 務 大家倒閣 很簡單 你倒閣 然後立法院解散重選 對不對 他不敢 他當然也不敢 然後人家罵他說 你沒有 他就說 那麼如果我要辭 不分區的話 那麼很簡單 賴清德辭總統 對不對 大家定選 我來選區 他的說法是這樣 我問你 人是上市 你是下市 你算什麼東西啊 你連戲子都不敢選立委 連任的人 你再搶爹 人家就說你不分區 你憑什麼說這個話 他說不分區也是 一票一票的名義 累積起來的 你錯了 人家累積的名義 不是你黃國昌的 人家累積的名義 是柯文哲的 我說坦白的 然後還有 這個人 只有八個字可以形容 過河拆桥 忘恩負義 他現在都在賣賴清德 我的故事 我曾經在本節目 已經講過了 這種人就是這樣子 幫他的人 他不會放在心上 不會知道感恩 他在賣賴清德 各位媒體報導 2015年11月7號 當時台南市長 賴清德去攻擊 黃國昌去拜託 他可以掃接敗票 在賣賴清德 出生地他的選區 對啊 人家還去幫他 你知道嗎 黃國昌 跟著講 2016年不是在洛杉磯嗎 台灣會館不是在辦活動嗎 找他去嗎 你知道他的名言 當年最有名的一句話是什麼 不要懷疑我 我要消滅中國國民黨的決心 我不會消滅他們 人家要消滅中國國民黨的決心 我怎麼跟他們合作 他再來可能要加入國民黨的消滅 消滅民進黨的決心 那個是募款餐會 他改了嘛 現在是我們的精神黨員 台中市府顧問民眾黨前立委蔡碧如 26號出席新夜論壇 討論地方創生議題 宣傳海報上包含蔡碧如 實力黨主席王婉鈺都與會 但兩人演講時間完美錯開 明明就是自己主動邀請 但蔡碧如上午受訪完火速離場 王婉鈺最後就鬧 兩人同場不同荒 似乎是要避免在現黨內不滿懸囊 知情人士透露 平時這種論壇都是蔡碧如 用民眾黨內創業委員會來辦 但這是活動不同 主辦方魏力案 更遭質疑成了蔡碧如外援 粉絲衛充個人聲量 強調自己不清楚 彼此現在在黨內較色尷尬 先前受訪談起柯霸病情 遭到柯美柯美蘭炮轟閉嘴 就連黨內也傳出柯媽媽 因為2020年蔡碧如 阻擋柯文哲競選總統 對她頗有怨言 太子心切了 然後對柯媽媽 我想還是保持一個尊重 在民眾黨多時只求成了 不少人炮口 眼看12月黨代表即將改選 蔡碧如盡其動作評評 柯主席仍遭羈押 黨內角力 暗成屬由 背著背包頭戴鴨舌帽 替小薇助理吳順明 身為認罪被告之一 被羈押57天之後 25號終於重獲自由身 5分鐘內就抽到500萬保釋金 正式走出北檢大門 也成為精華長案中 第一位膠寶的載押被告 沈慶晶律師胡元龍 25號下午代為地狀 內容卻是沈慶晶的手寫信 洋洋灑灑寫了兩頁 就是希望爭取法官別再羈押 而她與北市議員印小薇 兩人的延押結果 也將在28號處理 至於關鍵被告 彭震生及柯文哲 延押庭則定在 28號及31號下午聊點 但柯文哲部分 提前在29號讓律師月券 等於多了兩天時間準備 也讓外界質疑院房是否對柯文哲特別 雖然同樣限制月券 但多了兩天時間準備 還能抓時間和柯文哲濾劍討論 對於圓押庭工房有巨大幫助 但沒通緝的帳房局次 現在還不回來 想跟隨吳盛民交保腳步 柯文哲最後一步 恐怕是勝任罪 大家好 好 我們來看一下 柯文哲要持續的嚴押 很多人都在問 嚴押是為什麼 難道證據還沒有完全的鞏固嗎 事實上壓柯文哲的時間點 我始終是覺得太晚了 柯文哲在5月的時候很有信心 說來 直球對決 8月開始態度改變 怎麼回事 謊話說一千遍 說到最高的境界 連自己都相信 這也是他的名言 對 連自己都相信 為什麼 因為我告訴各位 你不要以為事實上8月7號 吳靜怡在踢爆說 那麼民眾黨要把選舉機會 轉入目可公司的前一天 8月6號 我在節目裡面 第一個講出來 檢聯單位已經約談的 台北市政府一二十個官員 那是我第一個講出來的 8月6號 隔天 講出來以後 我還記得新聞做了三天 柯文哲後來 他們不是出來開個記者會嗎 跟大家道歉 關於競選 早上全部推給端木正 他們說目可公司 是一個私人公司 跟柯文哲民眾黨沒有關係 他們是這樣講的 但離奇的是 記者會裡面 他們竟然公開 去宣讀目可公司 說他要解散 自己沒有關係 你有什麼幫他們宣讀 要解散 對不對 現在證實 你看 包括就在幾天前 陳志涵還可以 空口說白話 他竟然講公開怎麼講 他說 黃蟲仁金主 可以證實沒有金主這回事 黃蟲仁的證實 柯文哲直接透過 跟他要錢 人家不給現金 所以呢 介紹了一個不到兩百萬 但是大概快接近一百多萬的 Case給木可公司 我問你一件事 我請教你 不樂自覺 柯文哲不是 柯文哲跟你要錢 結果你把Case給木可公司 那告訴大家 從黃蟲仁的嘴巴裡面 告訴大家什麼 木可公司就是你柯文哲的嘛 那你不是說 跟你們沒有關係嗎 對不對 所以一切都是騙 騙騙騙騙 騙騙騙騙 但是有人問 為什麼橘子 橘子五月離開 然後呢 那麼很多事情在五月其實已經有點端倪 因為全案開始辦也是五月 我告訴你 有人在泄密 我告訴各位 真的有人在泄密 其實台北地理人署在辦這個案子的時候 非常的小心 檢察官事實上已經想盡辦法對不對 不要讓有機會泄密出去管道 踩起來踩起來踩起來這樣子 他覺得不對就踩起來踩起來 為什麼呢 五月的時候 那麼他的兒子是不是回來 成立了一家 他們先去買了一個商辦4300萬 對不對 一個禮拜隔一個禮拜 他兒子就弄了一個 這個所謂的製養公司 對不對 然後橘子就出去了 8月27號橘子回來 但是 但是 隔天發生就硬小威 要阿嬤人港選出 沒多久 29號 他馬上透過網路訂票 他不是事先訂的 如果他事先已經訂了 你可以說阿嬤人出來處理一些 個人的事情就要處理了 不是 他臨時透過網路訂了一張機票 收起來就處理了 不然讓人看痠 那為什麼媒體周刊知道 他帶了一個USB 跟帶了這個所謂的400萬 這400萬是怎麼帶出去 我不知道 但是為什麼知道 因為從包括監聽跟各式的 那個證據裡面 有這兩個東西 有一個USB帶出去了 那有一個400萬帶出去了 是因為這樣來的 所以呢 那大家會問說 但是我覺得可以確定是400萬不可能帶現金 對 他是帶什麼東西 但是就是400萬 是 那亡命海外需要錢 走路也要收費 除此之外呢 當然啦 有些人有不同的看我們作為一個參考意見 像沈富雄 他就講說 他聽人家老百姓講了說 目前的證據似乎好像知道他做這個事 但是就是抓不到 好像沒有一刀斃命這樣子啦 民眾黨還批北檢視壓人取貢 政治最少 我跟你講民眾黨從都到來不敢講那個案情 為什麼 所有真的有錢的 已經都有人站出來講了 閉上眼睛就以為看不見 捂住耳朵就以為聽不到 這就是民眾黨 他只講他要講的 只講給小草講的 其他社會歌界 他想把剩下的政治利益吃到麻鏡啦 社會歌界你們怎麼看你們家的事情 我活在小草宇宙裡面 我就這樣說 對阿伯是我們都會政治曲講 至於USB裡面有沒有更大咖 我告訴各位 現在謝國良是第一個 最老實吃的誠實豆沙包出來講200萬 我們媽媽 那有意思了 慧敏你知道他的什麼時候捐的 2022年的10月1號 在他前一個月剛好基隆市 本來有一個 我記得我在本節目講過 有一位 本來發到大小聲聲說 民眾黨來基隆市長 絕不會摧襲求成員 在講在講 參加各式的活動 突然間不去登記 一個月後 200萬就進來了 為什麼 金華城也是這樣 金華城在通過 百分之八百四十的容積率 使用值得 拿到了隔一個月 就進漲了1500萬 為什麼時間 在點得那麼明顯 那有沒有更大咖 告訴各位 他的技術是從2022年開始記 2014到2022 統好說的 那位大方言 我也認識 只有那兩道 我認識更多 更多的人 有姓黃的 有姓鎮的 有姓菜的 不知道摸了多少錢 始作俑者 我跟你講要怪要怪 在場的張一山這些人 你知道嗎 錢到底藏去哪裡了 我哪知道 這些錢 我告訴你 包括我認識的廣播大亨 他們這些人拿錢 一筆一筆給他 沒有一筆登陸在民眾黨的 政治獻金裡面 不然台灣民眾黨 拜託一下 拿出你們小婆政治獻金 讓你們提醒一下 謝國良 包括謝國良 包括這些大亨 哪一筆在你們有申報的 政治獻金裡面 民眾黨不要再喊窮了 錢只是藏在了這個主席的 這不知道哪裡 也不能說家裡 好 易善兄 這一次炎壓的理由 當中有講到說 救贖還沒有約談到 所以這個 原來柯文哲貼身的人裡面 除了橘子 現在還有邱玉凱的 這個身分也曝光 照這個剛剛名嘴講的 你跟小凱跟小董 算是黃埔林奇 最早跟在柯文哲身邊的人 小凱到底是什麼角色 真的是情同父子嗎 對 我們都知道 2014柯文哲選市長 其實我們這些人包含 小凱都是2013年 就跟柯文哲認識的 因為柯文哲在2013年 出來所謂的發票案的時候 說他要選市長 包含我 小凱 小董 都是那個時候 柯文哲就說 不然你先義務幫我們幫忙 所以我們都沒有薪水 再義務幫忙柯文哲 包含小凱跟我 而小凱他其實跟民進黨 關係不深嘛 我主要就是處理民進黨這一塊 而小凱其實柯文哲知道 民進黨不可能百分百聽他的 所以他培養了一股勢力 叫做漢草聯盟 漢草聯盟包含黃建興跟小凱 就是邱玉凱 這兩個人是漢草聯盟的核心 而黃建興跟誰很熟 黃建興跟張靜元非常的熟 他們是25年的同學 他也引建了張靜元進來的市府 在連任之後張靜元其實一度 柯文哲想要做他 讓他做財政局局長 但是他在永豐京 其實做總經理做得很爽 所以他也不願意來市府 擔任這個公職 包含在2018年2019年 其實都不斷的找張靜元 進來市府也好 或提名為不分區也好 所以整個張靜元代表的永豐幫勢力 其實透過小凱跟所謂的黃建興 其實在黨內在市府裡面 就形成一個幫派 而這個幫派的基地就是悠遊卡公司 小凱這個人非常的精明 他跟柯文哲幾乎叫做情童父子 2014年的時候 我們受過木樑訓練 我們進到市府 再看到柯文哲都要站好 雙手要貼在那個腳上 但是小凱看柯文哲 我有一次看到 他就坐在柯文哲的桌子對面 把腳就翹在市長的桌子上面 表示他們兩個人之間 不是所謂的上下關係 為什麼 而是市府 其實大部分都說 邱玉凱就是柯文哲的乾兒子 為什麼 傳聞得很廣 因為他跟柯文哲的關係 從2014年就是情童父子 所以他等於是在2014年 就是柯文哲培養的一個新婦 而這個新婦可以做他任何 他想要做的事情 你們兩個算是差不多時間認識的 但是小凱馬上就變成乾兒子了 所謂的乾兒子 你觀察他有什麼保守 可以讓柯文哲那麼信任他 第一個他跟橘子的這個 這是可以翹腳在桌子上 橘子所謂的崛起的路徑非常像 因為柯文哲不信任任何人 所以包含跟民進黨合作的時候 他不可能完全百分之百跟民進黨信任 所以他必須培養一個勢力 這個勢力就是漢草聯盟 而小凱作為核心幕僚 一開始進去的時候 他包含蔡壁如也好 我也好 蔡壁如畢竟是他三十年的一個 在醫生他知道非常多 蔡壁如也知道非常多 他必須培養新的新婦 而新的新婦其實就是邱玉凱 因為畢竟我跟民進黨的關係太好 所以沒辦法百分之百的信任 所以我在市長是兩年之後 就被調到文記會裡面去了 所以小凱才是一路上面跟著柯文哲 即使他因為喬兵役的案子 被蔡壁如趕出市府之後 他竟然還是可以到永豐金當副禮 而永豐金副禮之後 2018年連任的時候 就是黃建興擔任所謂的 競選辦公司的主任 而小凱就當任文宣部的主任 所以他是聰明又找人喜歡嗎 對 而且他處理非常多的網軍 所以他被稱為網軍頭 而柯文哲非常善用網路的動員 跟網軍去攻擊對手 而這些所謂的暗黑的計畫 大部分的工作都是由小凱來執行 所以在2018年連任之後 小凱就被放在了悠遊卡公司 因為大部分的所謂的救贖幕僚 其實在前一波的約詢 包含所謂的我們都知道 社會局長周宇秀秘書長 都已經被約談了 這麼多幕僚被約談 我就覺得獨獨漏掉 所謂的邱玉凱 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 因為邱玉凱實在了解 柯文哲非常多的所謂的訊息 所以邱玉凱為什麼可以到現在都不被約談 就好像我們問黃珊珊 為什麼不被約談 是不是在鎖定下一波的約談對象 也是這一次所謂的減聯 延壓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理由 好 再來看橘子 這個橘子 剛剛上一個小時 來賓的這個說明裡面 臺日關係應該算還不錯 所以一旦橘子被通緝 是不是很快的日本 就會讓他遣送回臺 根據你的瞭解 其實這樣 我覺得這次檢防 其實動作蠻快的 其實直接去喊請說 外交部把他護照註銷了 那外交部立刻去註銷 所以理論上 就是橘子已經是非法在外了 你根本沒有有效的旅遊文件 所以你要儘快回來 那其實這個很有趣 就代表什麼橘子也不會偷偷回來 為什麼 他回來之前要先向我們當地的助館 去申請一個有限期的旅遊文件 他也才回得來 但是我講一個重點 重點就是說 所以他現在被註銷護照之後 他變人球了 他就沒有啊 你去哪裡都不對啊 對不對 那所以我跟你說 日本這一塊很有趣 我講一下日本 我們過去去年11月的時候 其實跟日本已經簽署了一個 這個台日法務及司法領域 這個交流與合作備忘錄 這是過去都沒有的 過去都沒有 我們首次簽了這樣備忘錄 那他目的我唸給大家聽 他說成為這個信任的夥伴 彼此信任夥伴 所以台日的司法的這個互助 溝通交流變得更加的緊密 那會不會導致這個橘子 他們比較願意來思考 因為日本對於遣返這件事情 他們是很保留 對任何國家都一樣 但他們願不願意考慮這個案子 我認為會願意 為什麼呢 因為關鍵在日本對於貪污 是非常嚴格的看待 你知道去年自民黨發生了一個 他們說日本戰後最大的政治弊案是什麼呢 當時有一堆自民黨的這個國會議員 也好 部長他們的大臣也好 其實因為他們收了政治先進 但沒有去報 聽起來有沒有跟柯文哲有點像 我跟大家說 當時第一個報出來 就是內閣的官房長官 這個在日本體制非常大 他名字叫松野柏伊 那松野柏伊 我跟大家說他漏報多少 大家聽我會昏頭 他漏報了一千萬日幣 也就是兩百萬台幣 拜託這個柯文哲的一行字好不好 柯文哲是很多行字 一行一行 兩百三百 兩百三百五百一千都有 日本是兩百萬 大臣直接被要求辭職下台負責 四個大臣全部都被驅趕為 驅趕離限制 後來有幾十位自民黨的議員 受到影響 所以你看日本是多麼嚴苛在看待 這個所謂貪污沒有誠實的去申報等等這樣的狀況 所以看到柯文哲看到橘子 你說日本人他們的文化他們的政府 他們能通融嗎 那尤其台日關係好嘛 台日關係好大家都不希望說你日本 你台灣有通緝犯 跑到我們日本來 好像我們日本成為你們台灣通緝犯 的一個通緝天堂 你找了就沒事了 所以我覺得日本對於這個部分 我覺得他們應該是相當願意討論的 但是我跟你說 橘子這個人 在我們台灣大家要有共識 因為我覺得現在民眾黨一直把他化身為 哎呀他這個小孩子 單純的女孩 單純啊不重要啦 只是柯文哲的跟班 其實在台北市議會 雖然這個是我的任期之前 但大家故事都會傳遍 你知道我開黨團會的時候 到還有我們同黨民進黨的議員去講說 當時橘子是什麼偷拍他辦公室的 嗯你知道嗎 我們都以為說 這個橘子是柯媽媽在市府的眼線 這個因為柯文哲親戚嘛 柯媽媽自己承認說是遠親嘛 所以很多人說你要去找柯媽媽 這眼線就叫橘子 你要跟柯媽傳話你去找橘子 好但還有一個身份 他是柯文哲在台北市議會的眼線 就特別派來台北市議會 因為他可能各方面比較不起眼 大家不會覺得說好像是專程來有陰謀 看得比較單純 所以他就站在那邊給你拍照 你也不知道他是誰 但是就是拍很多議員在幹嘛 偷偷去打聽等等 你要不要罵柯文哲 要處理柯文哲什麼議題等等 所以確實我覺得彰顯的一件事情 柯文哲是對於橘子是完全完全的信任 信任他會封口 信任他最後不會把秘密露出來 好這個不要再討了 因為你回國其實你還是一樣可以保持 肩默權 如果你真的那麼愛護疼心你的柯主席的話 如果你內心覺得說柯文哲就沒有罪 他是清白的 他是被政治誣陷入罪的 你也回來光明正大幫你的主子說話 好因為橘子現在的處境令人有些擔心 洪建議的朋友最近在大阪的通天閣 他就說這個人不是橘子嗎 所以他的朋友就慢慢的要往橘子那邊來前進 結果因為橘子當時他沒有戴口罩 瞬間橘子被他兩個朋友馬上拉走 馬上拉走他就把口袋大上馬上拉走 所以第一個許子瑜的身影出現在整個所謂的愛林地區 結果這個愛林地區大家一看之後 糟了個高 為什麼呢 全大阪分成24區 24區當中治安最差的就在所謂的西城區 而西城區裡面最爛最爛的地方就是在這個愛林地區 這個愛林地區糟糕到什麼地步呢 滿街都是遊民 而且當地據傳去住飯店 是不用護照的 也不用記名 那為什麼呢 因為很多都是那種話外之人 在逃命的人住在那個地方 簡單的說 用台灣話說 就叫做龍舌混雜 我們台灣也每天有非常多的人都在日本旅遊 所以目前第一個 橘子如果滯留在日本都沒有回來的話 國人如果真的有壯見的話可以檢舉 獎金五萬起跳 最高可以來到百萬左右 那現在重點就來了 我們剛剛跟各位談的是 一個千金大小姐 幹嘛要在愛林地區呢 愛林地區的街道充斥著阿莫尼亞的味道 為什麼呢 很簡單 因為很多的遊民 當地的人喝完酒之後 晚上都是很多的醉漢 很多的流浪漢 所以大家隨地大小便 味道是真的非常的不好 而且有很多的流動人口在那個地方 所以那個地方他們就說 那個地方是一個租屋開戶 一個完全沒有法制的一個區域 那現在我們來談一個日本非常出名的一個案子 日本有一個最高通緝犯一千萬的 他叫做什麼呢 他叫士喬達 士喬達在二零零九年 他就說他要找一個英文的一個教師 有一個英國人真的來教他了 結果這個人很壞 他這個英文教師來之後 他居然殺了這個英國的一個女生 然後殺了這個英國的女生之後 他開始逃亡 逃亡就逃到哪邊去 逃到愛林區 逃到愛林區之後很詭異喔 他在愛林區劇傳喔 還可以看漫畫 還可以有時候住路邊 有時候就跑到有一些旅館的地方來住喔 但他就搬磚 他就做一些吉他的事情 他就做一些財務的動作 好不容易存錢 存了七十萬的一個日圓 存了七十萬的日圓之後呢 他就去做整形喔 包括了電筆 改煤型 除八消股等等的 後面的人看真的是不太一樣喔 結果呢千算萬算 有一點沒算到 他有一顆字非常的明顯喔 結果這顆字呢沒有點掉 所以後來因為這顆字呢 後來這個四喬達 他就被抓到了 那我們來看說 為什麼一個千金大小姐要去那個地方 我們來說喔 西城區的所謂的飛田高地當中 有很多的紅燈區喔 日本人他們在做事情是很隱晦的 所以呢 在東京或其他的地方 這種紅燈區一般不會直來直往 可是我們如果很多人呢 去當地拍 他們就會發現喔 當地很多的橋上掛的叫料亭 什麼叫料亭呢 我煮東西給你吃 所以簡單地說就是餐廳的意思 那料亭呢 進去料亭裡面先說 進去這些料亭沒有飯菜可以吃 進去飯亭裡面 直接就是掛羊頭賣狗肉 超過兩百間以上的料亭 通通都是直接在做肉體的一個交易 所以那個地方簡單地說 那個地方就是全日本治安最不好的一個地方 但最不好的地方呢 就會形成一件事情 我問各位喔 台灣現在有很多的地方 你只要治安不好 人口不足 所有的店面 就沒有人租了 沒有人租之後 價格開始往下盪 哇怎麼辦 整個縣市就要慘了 這個時候呢 中國人 哇一看到 不得了 為什麼呢 中國資金現在很多人 他們就跑到西城去去 一間店面 一間店面買下來 有時候透天的他們也整間都買 買下來之後 惠民姐你知道怎麼做嗎 改成卡拉OK 改成色情酒店 然後呢 他們就把很多中國當地的人 全部帶過來 他們去中國招人的時候直接說 你要會說日文 也要會說中文 所以呢 目前在整個所謂的西城區 我們就可以發現 一條街上中國店高達十幾間 那為什麼呢 很簡單 因為價格往下盪之後 日本人他們都說 在這次我們都沒要去 日本人比較高尚 中國人說這麼便宜 買了我們就吃 吃下來之後呢 變成所謂的隱形版的中華街 好這是許子瑜喔 他現在呢被發現的地區 不是太理想 所以有些人就想說 天啊這個橘子 你還是為了自己的安全 趕緊回來吧 畢竟你跟著這個老闆 是不是他嘴巴縮得這麼清高 現在這個全台灣 我想超過六成以上的人 就是覺得嘴巴縮一套 而心裡呢跟做的又是一套 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2014年的柯文哲 他臉書發文喔 這張照片寫著 毫無節制的選舉花費 破壞民主公平競爭 落入金權政治 政商勾結的無底深淵 2014年的柯文哲 講這句話 感動了很多人 他還提前觀賬 因為他說什麼 經費夠用就好了 謝謝大家的支持 為什麼柯文哲 黑化的這麼快 2022年 他是什麼錢都要欠的人 怎麼會變這麼多呢 你看喔 到選舉前喔 還讓這個 狂國昌發動募款 瞬間湧入了1400萬的捐款 他說 哇你們讓我知道 什麼叫做人民的力量 什麼叫做義務反顧 謝謝你們分擔 我的千金重擔 你的千金重擔是錢太多 不知道藏哪裡吧 謝謝你們這個分擔 我的千金重擔 鼓舞我勇往直前 所以2023年的柯文哲 是毛起來大錢小錢 通通要拼命的割小彩的韭菜 好你跑柯文哲也是一路走來 看到現在 大家開始講的是 他怎麼樣去跟金主要錢 然後呢 當年他說錢夠用了就好 你應該是感慨良多的名譽 剛剛這個惠民講到這件事 我跟張藝善我們相似的苦笑 講到這件事情有好幾個感慨 第一個感慨就是說 前幾天這個有一個媒體 就獨家報道說柯文哲是在一個建商 那個是希望藍白河的建商 那我第一個感慨是說 這個場景發生在2014的時候 當時也是一樣 但是那個時候是獨派金主 曾幾何時你獨派金主 後來過了好幾年之後 現在變成希望藍白河的 這個藍營的建商 我真是真的很感慨 那我先講 我先講就是我自己的經驗 就是說為了這件事情 我還跟這個媒體的大哥 這個媒體的大哥 我們就是後來關係很差了一陣子 他就一直在跟我講 柯文哲多貪心多貪婪 因為我們那時候 跑柯文哲 我們對他有某種程度的相信 後來我就跟那個大哥講說 你不要再跟我說了 我不會聽了 我覺得我不相信 後來我們就關係有點不太好 結果他當時一直在跟我講好幾次 就是說柯文哲 當時就是獨派的金主 獨派的金主就是對他充滿期待 他當時不是都講說他墨率嗎 他講得一副獨派的這樣 那獨派都很熱心 所以這個媒體的大哥就是 也幫他辦這個募坎餐會 那募坎餐會其實就跟那個 建商的情況都是一樣 那個一桌大概就是十個人 一個人就一百萬 那柯文哲也是來 就是這些媒體大哥很熱心 就幫他摳摳這些獨派金主來 然後柯文哲也是來 就是看你吃吃吃吃 都沒在刺人的 就自己吃自己 吃很快 然後吃完之後呢 麻布跟人家洗豆沙 就直接走了就走了 那第一個 他當然這些金主就募款給他 一人一桌 一百萬 這樣吃吃吃吃吃 這樣搜一搜搜一搜 真的就不誇張 也就是一個麻布袋 然後這樣中中中 那第一個就是說 你沒有人給我洗豆沙 然後你也沒有開搜具給人家 然後大家會覺得說 天啊 就覺得這個人怎麼這麼沒有禮貌 然後還害這些八塊的人 還要去給人家挨沙子 給他洗豆沙 那當然說實在 包括這些媒體大哥 他也覺得很不爽 我是欠你的 我是幫你 因為大家都有共同的一個理念 是在幫你的 結果你第一個沒有禮貌 第二個你又沒有開搜具 你又把這些錢搜一搜 你就都不知道去哪了這樣 好那大家就摸摸鼻子 結果後來曾幾何時 你現在變成了 到這個藍營的建商 因為他後來講了兩岸一家親 兩岸一家親這些獨派都氣死了 就覺得說你是那個背骨背叛了大家 然後後來當然他就開始 油白這個油綠轉藍 然後所以才會有後來這個 那個希望藍白河的建商 那你說講到藍白河建商 他們也會失望也會被騙 這個餐會摳來是因為希望你 跟侯友宜搭配 你變成老二的角色 你還是選了 你選了之後 你不就背信嗎 但是你給人家拿了錢 然後呢 所以我就覺得說 你不管是這些獨派 或是說這些藍營的建商 大家獲得都是說 對柯文哲很失望 可是你說 你這個錢捐回去了 你捐出去了 你也不給人家收回來 所以我就 柯文哲被人家就是說 我覺得很像 像我們這種 就是很像人家做生意 所以二零二六沒了 二零二六沒了 怎麼可能 現在大家也都不敢捐給民眾黨了 你看這次捐民眾黨 每個都像黃仇仁講說 我怎麼這麼小 捐給你 不但要被檢調調查 還要曝光在媒體面前 期待藍白河的金主們 現在看到柯文哲鎡鎡 入獄不知道心情是怎麼樣 湊下去 不退選還不退錢 對 一無反顧 吞下去 繼續割小丑 繼續割 好 現在來看到一下 檢方請來了虛擬貨幣的高手 想要能夠突破說到底 真的啊 很多企業界老闆說 收這麼多錢到底唱在哪裡 到底唱在哪裡 有沒有可能唱到虛擬貨幣 或者是這樣的一個方式 來看看中國辦案的經驗 我們先談一下江湖的一個傳言 當初說這一場餐會當中 他那個錢搬到那個警衛拿 正常男生的話 像我以前 我以前在銀行上搬 我兩隻手 那時候我比較輕 八十公斤 我大概可以拿大概三千五百萬到四千萬 扛不中 真的要走路手很慢 然後錢據傳到地下室之後兩台車 其中兩台車 一台車就是徐子瑜開走 這個是後面江湖的一個傳言 好 那這麼多錢變成什麼呢 會不會變成所謂的加密貨幣呢 來跟各位說 加密貨幣割韭菜 這幾年加密貨幣真的變成了一個險學了 發生什麼事呢 我們來看喔 中國明年的說 加密貨幣它不是法定的一個貨幣 但是如果你用加密貨幣行賄 有罪喔 這個是有罪喔 為什麼呢 因為加密貨幣具有財產性價值性 簡單的說啦 加密貨幣呢 講這麼多 大家都很簡單 加密貨幣就是我們今天轉來轉去 大家都監視不到 然後呢 你真的要變現的時候 你一直要到所謂的平台去 你到平台去之後把加密貨幣直接弄進去之後 他給你一張就是銀行本票 任何貨幣直接轉給你 所以加密貨幣是全世界最容易洗錢的東西 那那時候加密貨幣在封呢 其實各地都在封 我們來看湖南喔 湖南有一家中學的學校 包括了校長跟副校長 他們就在學校裡面偷電 而且挖礦喔 那挖挖的 因為那個後面呢 實在是用太多電了 學校居然燒了 有夠誇張的 學校燒了之後呢 後面電錶等等的全部燒掉 對不對 後面校長就免職跟警告的一個處分喔 其實這件事情呢 在台灣也有發生 之前呢 他們蔣家有一個人叫蔣有青啊 蔣有青呢 一向很缺錢 他後面想一想就說 既然可以挖礦可以挖貨幣 他就在三重租了一間民宅 結果呢也是挖礦挖挖的 整間民宅後面燒了 這個新聞後面還鬧得很大 所以各地其實都有這個新聞喔 那我們來看喔 好剛才這個是校長對不對 幹的是小條的 我們來看這個 前江西的政協 他叫校義啊 這個校義幹的就是大條的 因為他是高官嘛 他就說 我們要蓋一個單體的數據中心 那這個單體數據中心要幹嘛呢 各位不是促進市政喔 實際上是一個巨大的一個挖礦場 他就在挖比特幣 結果挖比特幣挖挖的挖 挖到超誇張的 為什麼呢 全市有10%的電量全部都在挖 每天有16萬台的礦機天啊 這下死人了 每天16萬台的礦機都在挖 然後他們後面一審呢 他就說 效益收費一億兩千五百萬的人民幣 雖除所謂的無期徒刑喔 那另外一個版本是說 他有拿到六千枚的比特幣喔 阿姬我跟你說 六千枚比特幣流到現在值多少錢 你知道嗎 一顆是不是七萬 什麼七萬 一顆比特幣 星期五的報價 今天星期六 星期五的報價 兩百一十五萬 各位 兩百一十五萬 六千枚的比特幣 台幣是一百三十億 所以七萬是美金啦 對七萬美金 七萬美金 我怕講美金太熟了 對啦 對啦 美金是對的 對不起對不起 現在六千枚的比特幣 各位價值一百三十億 所以當初才有人在說 不是那個陳志涵嗎 一千那個是比特幣啦 如果是一千五百枚的比特幣 先跟各位想想看 兩百一十五萬乘以一千五 各位想想看是多少錢喔 但中國的洗 三十一億 對 中國的洗錢是誇張中的一個誇張 山東這個案子我都還記得 七百億的地下錢莊案 發生什麼事呢 嫌犯金某呢 他就在國外騙錢 那騙了錢之後呢 他們就要洗回到中國去 那為什麼要洗回到中國去呢 因為很簡單 台灣呢 虛擬交易 我們政府有在管 但中國呢 他們那些所謂的虛擬貨幣呢 其實政府呢 在管跟不管的一個中間 所以這個金某呢 透過了海外的幾千個賬戶呢 每天轉賬三百萬 去山東的李某的一個 這個賬戶裡面 那這個李某呢 拿了這些錢之後呢 他這些錢呢 他就放在中國的境內 對不對 他把他用地下匯兌的方式 再轉成所謂的泰達幣 所以呢 這當中第一個 國外詐騙的錢 國外很多水房嘛 水房詐騙的錢 匯到中國 中國再把這些錢 移到國外 變成泰達幣之後 那換成虛擬貨幣的時候 剛好跟各位說喔 虛擬貨幣轉來轉去的過程當中 追不到了 嗯 就追不到了 可是後面大家都怎麼想怎麼怪啊 你這個山東的李先生 這個李某 就很渺小耶 就簡單耶 就其貌不一樣嘛 怎麼可以身上有這麼多錢呢 所以辦案人員 他就去發現這個李某 這個李某山東這個李某 只是紡織廠的小員工耶 可是私底下呢 哇不得了了 原來他是整個虛擬貨幣的兌換商喔 所以呢 精手的精益嚇死人了 各位高達五十億的人民幣 折二台幣超過兩百億喔 所以回歸到最終跟各位說的 為什麼後面要去談虛擬貨幣呢 我們一開始都想說 哎呦柯文哲喔 一千五百萬啦 四千三百萬啦 等等等等的 後面想一想 欸不對啊 這些都是檯面上看得到的耶 就跟那時候陳佩琦說 啊他就東看看豪宅 西看看豪宅這樣子 後面各位去想喔 那些建商那些金主 一百兩百 Excel表整個 不管是柯文哲手上的 還是許子瑜手上的 那顆USB搞不好裡面 真的是非常恐怖的財富 好這整件事情進展到現在啊 到底這個錢 檢方是不是已經查出了一個 確切的一個走向 這是我們要問的 還有呢這個 呃好幾個相關的當事人 都還沒有約談 那麼大家所以關注的 就黃珊珊啦 欸難道立委就是他的金鐘兆 就可以不用談嗎 還是說不能輕易談 證據鞏固之後再來約 再必如 金華陳漢不是有角色嗎 也還沒約談 欸我覺得我都怕說 黃珊最近擋固準太高 為什麼 因為他一直在看戲 吃爆米花 就鑽在那邊 真的好像柯文哲被逮 誰被抓 然後誰被通緝 都不關他的事啊 他就看戲嘛 吃爆米花嘛 沒有他就負責帶著陳佩琦 出來這個重要的場合 講一下話 或偶爾 當陳佩琦的分身 當當一下當一下 這個所謂的這個接駁駕駛 對不對 這柯文哲從土城進出的時候 也是這個黃珊在開車 但我覺得重點是這樣 黃珊他是不是很多身份 他是啊 這都爆出來過啊 這是新的資訊嗎 也不是啊 過去是不是就已經有媒體揭露 他是關鍵的牽線人 所以他擔任民意代表的時間 就已經認識這個威京了 審慶經濟 當時有說他還接受給柯文哲 這是媒體過去都揭露過 所以你如果要了解 審慶跟柯文哲的關係 你黃珊的角色很重要 所以這第一個疑點 就你明明是牽線人 為什麼現在好像跟整個 這個金華城案都無關 第二個呢 就你是關鍵的雨潭人 我跟你說彭政生現在很可憐嘛 對不對 彭政生配合度高 但還是這個炎壓了嘛 我就說兩個副市長啊 一個在收押禁見啊 另外一個在外面當立委啊 另外一個還在立法院咆哮 怎麼命運差那麼多 但重點就是說 彭政生喔 你看他收押禁見 炎壓 他只有參與過一場會議喔 當時三場 這個關鍵性的便當會 應曉薇跟這個柯文哲的 其實彭政生只有一場啊 最後一場嘛 對不對 你黃珊是每一場都在嘛 所以你黃珊是很瞭解 這整個案情 從頭到尾 到底柯文哲的角色是什麼 是否該做什麼事 沒做什麼事 不小心做什麼事 突立了誰 你黃珊其實之前 所以這第二大疑點喔 但第三大疑點 你是競選總幹事耶 大家不要忘記 他是被停權的耶 大家現在只會想到 都忘記說過去我們還有MOOC 還有禁總發表 還有報議員 這個報出入議員 然後就民主黨開記者會 這好像一萬年前的事情 還有916萬的莫名其妙的收據 這我有時候想一想 我覺得好像是上一輩子發生的事情 不是這一輩子 因為好像都是柯文哲的這個重大案子 但是他其實有付出責任來 就是說你是被停權對不對 你被停權 但重點是這麼關係 這麼匪夷所思 這三個重大的角色 都是你黃珊珊 你為什麼沒有被約談 甚至你為什麼沒有被羈押 所以當民眾黨以及小草們在那裡喊冤說 柯文哲被政治辦案的時候 其實很多人關心這個案情 你會覺得說 檢方好像辦的有一些地方 該談的都還沒有談 對不對 像你剛剛講的幾個例子 華山為什麼還不約談呢 我講一個概念 因為我已經講多次 這個小草的思維是要反過來 柯文哲不是因為你是黨主席 民眾黨主席 人家才對你這個辦案 反而柯文哲因為你是民眾黨主席 人家對你手下留情 當時檢方沒有破門入 還等你陳佩琦從桃園開回台北 幫你開門等柯文哲上完廁所你才進去 這個是其他我們在場的人 任何人可以享有的福利嗎 不可能 我跟你說不可能的 今天如果我真的做錯事情 我被抓去土城 我會有知識者在外面喊 說要釋放趙宜祥嗎 理論上也不會 所以我說柯文哲已經享有 很多其他人是沒有的福利 但是我說為什麼黃珊珊至今 都是旁觀者 我跟大家說一個概念 今天司法 你沒有去約談黃珊珊 你沒有去羈押黃珊珊 不代表兩件事情 不代表第一個黃珊珊沒有涉案 大家要了解 最後如果起訴的話 起訴書也是可以有黃珊珊 他不代表沒有涉案 第二個是說 你不代表你黃珊珊無罪 就這所有的案子 其實很多可能性 一部分可能性有人供指已經出來 另外證據已經抓好 第三個黃珊珊真的無關 這都是有可能發生的事情 不會因為我們看到的 目前的發展 就是說只有第三 只有黃珊珊無罪 才是唯一的選項 好 但我最後只提一件事情 我還是呼籲啦 因為我們台北司議會 其實包括我自己曾經在這個 清華城調查小組 黃珊珊的故事大家都聽多了 真的聽多了 黃珊珊跟建商的關係 大家也聽多了 黃珊珊跟錢 作為一個媒合牽線的角色 大家也聽了很多故事 那這些故事是真是假 我作為司議員我沒辦法去釐清 但你檢方有權去釐清 所以我還是呼籲檢方 如果你我知道現在很多事情 很多案子很多節外 甚至很多案中的案 但是如果有一點時間 還是叫黃珊珊進來 即便他是立法委員 即便他是立法委員 因為我知道檢方過去 對立法委員是比較收手 尤其在議題當中 因為你在開會期間 其實理論上立法委員 是享有一定的一些司法的 保護的權益 但是我覺得黃珊珊的角色還是很重要 他的故事離奇很重要 如果要知道科文哲 到底做錯什麼 我覺得關鍵就是黃珊珊 還有一個關鍵應該就是蔡壁如 蔡壁如每天活動那麼多 連柯爸爸的病情 他都可以講上話 甚至搞得柯美然很不高興 也還沒有約談 對 因為他現在還沒告洪建議 因為主要的關鍵的角色 就是他跟豬鴨虎之間的 那一封城形性 跟392到56年之間的變化 那為什麼到現在也還沒 約詢所謂的蔡壁如 不過蔡壁如 大概不會構成所謂炎壓理由 為什麼呢 因為隨時可以約詢蔡壁如 你們約詢是減連你的問題 跟嚴不嚴壓 柯文哲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蔡壁如 反而不是那種所謂的 嚴壓的一個主要理由 我覺得黃珊珊跟邱玉凱 才是非常關鍵的理由 但是蔡壁如動作不斷 因為現在整個民眾黨 對於柯文哲嚴壓的判斷 大概已經抵定了 所以抵定之後 他沒有辦法三個月請假完之後 回來當黨主席 黨內就開始針對所謂的 代理黨主席也好 或者是補選黨主席也好 大家都開始動作起來 包含12月7號 他們要改選黨代表 這也就是為什麼 蔡壁如跟柯媽媽的系統 會有衝突的原因 因為過去在柯文哲在的時候 這兩派一定都挺柯文哲 但是柯文哲不在的時候 這兩派的衝突 在基層上面黨員的衝突 就會浮現 而蔡壁如跟柯媽媽之間 他們不合說真的 就已經三十年了 因為柯媽媽是一個 聽媽媽的話的人 但是他不聽的時候 什麼就叫蔡壁如出來 你去回決 你去半黑臉就對了 我不敢得罪我媽媽 當然是叫我的秘書 蔡壁如去得罪我媽媽 所以在台大醫院的期間 其實柯媽媽的人 就是蔡壁如 所以包含在2019年 最關鍵的一億 2019年什麼事情發生 郭台銘本來要連署參選總統 因為他們黨內就初選輸了 要連署參選總統 其實是請柯文哲 請我們來幫忙 那時候所謂的連署戰的一個規劃 還會我跟吳坤玉調資料 給所謂的郭台銘的 所以整個都規劃好了 他前一天宣布他不選了 前一天宣布不選的時候 一堆支持郭台銘 一堆支持柯文哲的人 就要所謂的柯文哲去參選 結果柯文哲說他那一次 他不想選 一樣叫蔡壁如去黨 而且不只是蔡壁如去黨 蔡壁如叫我們所有的幕僚 去跟所有柯媽媽的人去黨 所以我那時候也被動員進去 後來發生了什麼事情 就是他們強硬的叫柯媽媽到市政府 把柯文哲拉下來 而且才進了車子裡面 那進了車子裡面怎麼辦呢 金牌就出現了 金牌在隨行 隨行在旁邊說 善哥怎麼辦 我說開慢一點開慢一點 結果才拖過五分鐘 遲到五分鐘 那一次柯文哲才沒有所謂登記總統 所以蔡壁如跟柯媽媽在所謂的市長市拉扯事情 我猜就是指這個所謂的參選總統的事情 因為這一次一樣是柯文哲自己不想選 但是柯媽媽受不了全部的人希望柯文哲的壓力 還包含他自己也想要柯文哲參選總統 所以那一次強迫的把柯文哲拉下去選總統 所以柯媽媽的角色重不重要當然重要 柯媽媽不只是在2019年選總統有扮演角色 2024年藍白河的時候 最後排版不跟侯友宜合的是誰 就是柯媽媽 柯媽媽在節目專訪中直接講 我們不當侯友宜副手 結果果然藍白河就破局了 所以柯媽媽對於柯文哲的影響力 尤其在重大事件的影響力非常的大 而這一群人叫做東宮派在黨內的系統 也就是說東宮有誰 皇后太后長公主 就是柯美蘭就是長公主 所以蔡碧如不只得罪了柯媽媽 這一次連柯美蘭也得罪了 就是因為柯爸爸病情的事情 所以蔡碧如已經獨立叫做冷宮派 他被打入冷宮 發派邊疆 冷宮派 冷宮派 還可以製成一派 製成一派 冷宮因為他已經跟柯文哲 他已經跟柯文哲覺得 已經要跟柯文哲切斷一定的關係 他不叫柯粉會 叫蔡粉會 他自己成立一個組織系統 而他要增設副主席 是不是用副主席 因為黨內的派系 到底黃國昌會當選 還是所謂的東宮派結合西宮派 西宮派就是黃珊珊 黃珊珊掌權太后 這個雖然他停權 會被因此而支持所謂的柯家柯美蘭 那這個派系如果加起來 對於黃國昌絕對是重大的衛選 為什麼呢 民眾黨有三萬個黨員 今年新加入到一萬個黨員 這一萬個黨員叫小草派 小草派就是所謂的黃國昌 支持黃國昌的力量 比較大的派系 但是舊的這兩萬個黨員 大部分都是支持柯文哲 而這個柯文哲 會把支持柯文哲的情緒 轉到柯美蘭 而如果黃珊珊的親民黨系統 也支持柯美蘭的話 對黃國昌就是最大的挑戰 而蔡壁如如果他討一個副主席 跟黃國昌直接合作的話 那個東西就有得看了 就是到底是柯美蘭做這個黨主席 還是黃國昌做黨主席 12月7號是一個關鍵 黨代表的結構是一個關鍵 黨代表選出了中央委員 會派出代理黨主席 而那時候柯美蘭 蔡壁如 黃國昌可能都是中央委員的時候 會是誰是這個代理黨主席 就是大概底定誰是這個補選的黨主席 所以你觀察覺得柯美蘭 有可能出來選黨主席 我覺得他最近的動作不斷的目的 就是要參選黨主席 不要忘記了他現在是黨代表 他本身就透過柯媽媽系統 他們有一堆的黨代表 而在黨代表群組裡面 直接炮轟蔡壁如的原因是 因為蔡壁如不是黨代表 所以他也不能發言 就是要跟這些黨代表來講 蔡壁如已經被我打入冷宮了 所以你們不要再聽蔡壁如的話了 蔡壁如的菜粉會 能不能炒出一盤菜 加蔥之後炒出一盤主席菜 很值得觀察 不過這個國際焦點 我們還是要來看一下 是的 現在傳說北韓居然有三位將軍 來到俄烏戰場 沒錯 甚至這個兵力到底是多少 派了多少兵力 也是國際關注的焦點 對 沒錯 那麼照理來講 對於俄羅斯的總統普丁來講 要拜託北韓拜託外國人 要來幫忙是滿丟臉的事 但是呢 那麼普丁 那麼罕見的在媒體問這個問題的時候 普丁說 我們要做什麼 我們要怎麼做 不需要別人告訴我們 意思就是他承認了 然後緊接著來 又有媒體問他說 有人造衛星拍到耶 好像有北韓的士兵 進了你們的軍艦 進你們的運兵船等等 那普丁就講說 人造衛星拍到的圖片 是非常嚴肅嚴謹的 既然有拍到 就表示有這回事 哈哈哈 各位他已經承認了 他已經承認有這回事了 不過 對俄羅斯來講 對不對 現在都沒有意外的話 所謂的暴風軍團 本來講是公兵 現在不是特戰部隊 特戰部隊起了 一萬兩千名 現在已經有兩批 各一千五百名 大概三千個人已經進去 確定 但是呢 裡面有三個將軍 五百個軍官 這北韓自己的 可是現在俄羅斯很傷腦筋 為什麼呢 因為烏克蘭截聽俄羅斯的 那個無線電加密通訊 被他們解密破解了以後 發現有俄羅斯的阿兵哥 為什麼呢 他們說啊 北韓三十個阿兵哥 派來俄羅斯這邊 派來俄羅斯 三十個裡面 要配三個俄羅斯的軍官 跟一個翻譯 他說我哪來那麼多軍官 派給你們啊 你來的越多 我派一大堆的軍官給你 所以現在臨時 很多的軍官就升官了 所以多了很多 副營長 營長這些人 掛一個軍官對不對 掛一個軍艦 讓你當軍官 然後就去帶領北韓 這會成為 打仗的時候 愛手愛腳 綁手綁腳 為什麼 因為如果是 鎖定的區域 那麼北韓自己攻 對不對 北韓的軍官指揮 直接攻 那一氣呵成打下去 那麼兵貴神術 還要經過翻譯 還要經過俄羅斯三個軍官 然後這邊三十個這樣 那邊三十個這樣 摸整個就對了 那麼 可是啊 當時對不對 那麼加入了以後呢 其實要人也要炮彈 我們上個禮拜講 總共已經給了八百萬顆炮彈 對不對 到現在已經增加到北韓給的 152相關的炮彈呢 因為它的口徑是152 152的炮彈已經到了940萬枚了 那除此之外 人也不斷的增加等等啊 你看有北韓的軍人跟俄羅斯的軍人 開心合影啦 然後還有在俄羅斯的軍營裡面抽菸啊 聽到用韓國哈講說好勒喔 幹嘛有了沒有 可是我告訴你喔 這是表面上的 為什麼 他們私底下在那個無線電裡面 他們現在呢 俄羅斯用K營 K營俄羅斯話來形容這些北韓的士兵 然後在罵他們搞什麼東西 搞什麼鬼的 沒有用啊 然後沒有辦法打仗幹嘛 攻擊大隊 不過已經出現第一批 這個有三千個 現在阿兵哥在五個基地 俄羅斯五個基地 訓練了以後 送到前線去 出現第一批 那麼因攻殉職的北韓阿兵哥了 因為烏克蘭的 用飛彈跟炮彈 轟炸了對內斯哥一個據點 發現了六具的這個北韓士兵的屍體 所以呢已經出現了 那也有逃兵的 那麼除此之外 但中國站在這個地方 就很不是滋味了 為什麼呢 中國就農出了一個 跟對金正恩派出 這個一萬兩千名特產部隊去呢 他說叫農民賣豬論 什麼意思呢 他就很看不屑就對了 他說北韓跟俄羅斯是像農民養豬一樣 要拿來賣錢的啦 所以你們這些人 你們這些阿兵哥根本就炮灰 那換得的利益是2.5億美金 為什麼呢 告訴各位 金正恩他們北朝鮮 並沒有在他們國內大肆尋養這件事 沒有 意外的低調 意外低調 就怕人家講說 拿我們北朝鮮的阿兵哥的命去換 就對了 總共換得什麼呢 包括糧食在內 那麼包括引擎在內 包括一些高科技的產品之內 還最終要金正恩要30架的蘇凱35的戰機 因為北朝鮮的這個等於說北韓的這個飛機呢 多 但問題是爛 老舊又爛 遠遠比不上這個新 數量少 但是問題是比較新的 包括這個F35引擎戰機的南韓就對了 所以呢 要求這個俄國他們現在大舉正兵說什麼 有大學生140萬去登記說 願意去啦 要給糧 給糧食 北韓缺錢嘛 然後還有必須要給錢 給多一點的錢 所以他用錢 用糧食 用這個戰機 去跟那個換 用命來換 命來換 用朝鮮的命來換 那當然啦 除此之外呢 烏克蘭也很壞 烏克蘭最會宣傳 我覺得他們很溫暈耶 對 馬上韓國話 心讚 北韓 那個俄羅斯用北韓就是說 阿兵哥 北韓的阿兵哥對不對 用韓國話 寫了一個韓語寫一個 他們很厲害這樣 馬上 烏克蘭就在那個圖像下面 那個北韓士兵的脖子這邊 畫了一把刀 畫了一把刀說 你來死啦 那再用韓語說 我們這邊三餐熱騰騰 我們有肉 我們保證你們吃得飽 我們的醫療設施很好 我們的戰俘營非常的棒 趕快來就對了 所以呢 事實上在這一場 他們派人去的過程當中 其實只是增加幾十萬 在俄羅斯士兵以後 增加北韓士兵的犧牲而已啦 我們來看